霍家是香港豪门里面最享有盛名的之一 从霍老爷子霍英东 到如今的霍企钢锅晶晶霍企山等后辈 霍家已经长红了持续几十年 这依旧风平很好 但作为一家之主的霍振庭 外面看起来风光 但其实却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近几年来霍企山频频出境 霍企钢逐渐降低曝光率 就是因为霍企钢在步入政治界后 责任重大 并且需要低调行事 而霍企钢的入境 更是说明了一个含金量很高的问题 霍振庭已经到了面临退休的年纪 经常带出席各大重要活动 甚至让他一个人去出席 就是为了给他载人脉和经验 这意味着霍企山就是继承人第一人选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朱玲玲和霍振庭离婚之后 霍企人和霍家的联系已经很少了 并且在罗家也始终在争取地位 虽然说是霍家的小儿子 但毕竟离婚之后 抚养权已经分给了朱玲玲 如今在找他承担重大责任 也不合适宜 而霍振庭深知一碗水端平的重要性 曾经霍英东长房的三个儿子 霍振庭、霍振环、霍振宇 为了遗产分配问题 而陷入了十多年的纠纷之中 霍英东曾购得广州一块三万亩的地皮 来打造第二个香港 然而,于1997年 他却将地皮转让给慈善基金会 并规定霍家后人在十年内转回 夸张的是 如今地皮价值暴涨至三千亿 这块地皮也成了家族遗产中的 明星,别说三兄弟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抵挡不住这巨大的诱惑 霍振宇一直感到自己不受重视 多年的郁闷和不满 霍振宇对遗产分配问题很敏感 他早就盯上了这块地皮 想尽一切办法争夺拥有权 试图将其定性为遗产 分取份额 兄弟之间也矛盾升级 霍英东老先生曾明确遗嘱 要根据掌房三个儿子专长来分配 霍振廷继承家族体育事业 霍振宇负责运营发展 是财富管理者 霍振宇坐拥新兴产业 当事人往往都认为自己吃亏了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霍振廷甚至因为儿子霍启刚的前途 居然退出争夺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斗争 最终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以一个人的吃亏来收藏道中 所以霍振廷如今也收获了一个健康的家庭 和三个幸福的小孩 平日里霍振廷一件西装穿六年 褶皱都已经弄不平整了 而就当跟他同级别的大佬 出行多带几十个保镖的时候 霍振廷却一个人出现在香港街头 购买生活用品 郭晶晶从不带贵重首饰 儿子女儿放学也没有专车接送 这不是节省 而是在追求更高的价值 霍家站在那里就有底气 不需要外物标榜 但在重要场合也会拿出尊重 而霍振廷压力也很大 因为家族内部的遗产斗争将又是一大风波 但如今看来 他处理得很完美 香港 这座东方之珠 以其繁华的商业和多元的文化著称 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 诞生了无数商业传奇 而霍英东家族的故事 无疑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 作为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 霍振廷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帝国 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智慧 将家族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 而他所培养出的三位儿子 霍启刚 霍启山和霍启人 更是各自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卓越才华 成为了新一代的家族中间力量 霍振廷 这位商界领袖 他的名字总是与睿智 果敢联系在一起 他早年便展现出敏锐的商业嗅觉 在家族企业的多个领域 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然而 他深知 家族的兴旺 不仅仅依靠商业上的成功 更需要精神上的传承 因此 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 致力于培养出 能够肩负家族使命的下一代 他注重对儿子们的言传身教 将自己的商业智慧 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潜移默化地融入到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在霍振廷的悉心教导下 霍家三兄弟 从小便展现出 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才华 长子霍启刚 继承了父亲的沉稳和睿智 他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 随后进入家族企业 在多个重要岗位上历练 他做事严谨认真 极具商业头脑 很快便在商界崭露头角 成为家族企业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霍启刚并没有局限于家族事业 他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关注教育 体育等领域的发展 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家族的社会责任 与哥哥的稳重不同 次子霍启山 则更显阳光开朗 他热爱生活 充满活力 在商界也展现出独到的眼光和魄力 霍启山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 随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家族企业 而是选择在兼容领域积累经验 他曾在多家国际知名投行工作 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 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 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随后 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积极参与家族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 为家族事业的全球化发展 贡献力量 如果说霍启刚和霍启山 代表着霍家在商业领域的传承 那么最小的儿子霍启人 则更像是一股清流 他身上散发着文艺青年的独特气质 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霍启人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他并没有像两位哥哥那样 专注于商业领域 而是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艺术道路 他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并尝试将艺术与商业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 霍家三兄弟 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发展方向 但他们都继承了家族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都在各自的领域为社会做出着贡献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家族传承的典范 更是当代青年才俊的缩影 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梦 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当然 谈到霍家 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传奇女性 郭晶晶 这位跳水皇后 以其优雅的姿态和精湛的技术 在奥运赛场上书写了中国体育的辉煌 而她与霍启刚的结合 更是成为了体坛和豪门的佳话 郭晶晶的加入 为霍家增添了一份清新和活力 她的低调 朴实和独立 与霍家的家风完美契合 婚后的郭晶晶 并没有沉浸在豪门阔态的生活中 她依然保持着运动员的自律和勤奋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同时 她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 相夫教子 成为了霍启刚的贤内主和三个孩子的慈母 郭晶晶用自己的行动 全是了豪门媳妇的新定义 她不仅是奥运冠军 更是贤妻良母 是新时代女性的优秀代表 霍振婷的成功 不仅仅在于她个人的商业成就 更在于她构建了一个充满爱和责任的家庭 她以身作则 为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正直 善良 有担当的人 霍家的故事 告诉我们 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回望霍家三代的奋斗历程 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的崛起与传承 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 霍家三兄弟 他们将带着家族的荣耀和使命 继续前行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篇章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